那么第四个世界 仅仅是天天求进步 夜门深入 放门无量识愿学 这一句话没错 但必须先要烦恼无间识愿断 修行它有次第 先断烦恼 再修法门 那么我们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用意在那里断烦恼 烦恼通通断尽了 你开悟了 开悟是什么样子 无论什么经教摆在眼前 都是奇异自见 我不但能看得懂 我还看得有深度 这就叫开悟 悟有小悟 有大悟 有车悟 大车大悟 大车大悟 那才坚信 那就是一切经教全通了 无论哪个经教 你看或者别人念经你听 没有一句不懂 而且里面的意思 无量无便 无有穷尽 所以这个层次要知道 我们今天 读经 是烦恼无尽 是缘断 用这个方法 来断烦恼 不是开智慧 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我们再求智慧 这才行 光修多文 到极乐世界去 在我们现前 咱们就修定 极功累的 先求净土 在地下室 否则所修 都是邪知邪见 反而坏事 祖师说的话 一点都不错 烦恼不断 要专修一门 烦恼断了 才能光修多文 往往看到一个人 用心修学 未出名时 人还很谦虚 这一出名之后 就功高谋慢 瞧不起人 因为他学的东西 太多了 不学多文 学得越多 烦恼越重 到后来一丝无尘 反而障碍了万神 唯有金金才能得定 定是枢纽 会是目的 最后薄弱智慧 我们也应该 依此标准 紧固不退 那这个话说得很浅显 很白 一看就懂 真点 非常重要 人 永远要谦虚 永远要贡献 古人所说的 学问深思 学问深思 意气贫 这越谦虚 没有说是学问越深 傲慢越重 这眼睛慢慢长到头顶上去了 都没看不到人了 那是烦恼 那不是智慧 那是完全走错了路 那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个社会上 那种人很多 我们碰到他 只有恭敬赞叹 赶快远远离开 不跟他接远处